之前的日子里面 大通咪发9这个车 它是闷声发财 这个车其实月销也有一两千台 有的朋友也在后台私信问 我说你韩哥没跟我聊过咪发9 到底这个车能不能进入我们的选MPV的选择列表里面 那我们今天就一径到底的形式 看一下韩露一径到底 聊整个一辆MPV大概什么样的水平 还是很有意思的 首先这个车的车长是5米27 5米27是什么概念 就是你们比较熟知的G28这样的车型尺寸是在5米25左右 所以它比G28前后杠的某些位置可能还长一丢丢 你认为这个长度跟G28的长度一样就OK了 但是这个车很明显是比市面上的 比如包括G28包括你们比较熟悉的 Alpha等这样的车型还是要宽一些的 你看多宽的 这个感觉高度也是挺高的 好我们回归到一些基础的其他的信息 前驱182千瓦90度的电池 前驱大家说这么大的车 它不是四驱 包括180千瓦听起来动力也不是很大 我跟你说真的不用担心这样的问题 因为MPV的车型来说 安静跟平顺很重要 你的动力太大的话 车里面的乘客 你脚脖子电门再调的并不是非常精准的话 那么一窜一窜的一会儿都晕车了 所以180千瓦这个劲儿适中的电机 我觉得它是挺好的 并且你的电机总功率并不是特别大的话 你90度的电池搁在一个这样的造型身上 它的续航还可以有一定的保证 所以电动车我开到今天也慢慢的明白了 整个的电机的功率劲 但凡你不是那种性能板 不是去跑赛道 其实或者是不是你东北的这样的性能 单电机你弄个180千瓦 更多一点的 现在基本上市面上的单电机的这样的电动车 真的对家用来说完完全全的足够 我是现在没有双电机的这样的心结了 你看我现在各种各样的社交媒体的表态 真的是这样 不是因为它是单电机 我去给它着补什么乱七八糟的 尤其这样的MPV的车型 然后又有的人说这个车的前脸是不是太过于的攻击力了 如果你要是早年间的时候 你说这话我觉得还有道理 早年间是什么时候呢 五六年前 但是如今自打阿尔法长成一个铁血战士 那个大牙的脸 那个版本都出来了 您们都能接受了 现在这些的细条的灯 包括这样的贯穿的灯组的设计 包括现在MPV的上面用了这样的大铲子 这样比较直切的雾灯这边的角的位置 这个车的前脸的攻击力确实还不错 但是现在MPV都是玩攻击性的前脸 这个前脸在攻击性的前脸的MPV的车型里面并不算夸张 现在就属于是标准的玩法 好 我们再往这边来看 侧面的造型就是一个标准的MPV的造型 并且5米27 搁的一般车子来说也是比较长了 没有什么太多说的 这个力量感还不错的 轮子 然后封闭的浮潇也是比较多的 然后马牌的轮胎EC6 马牌的EC6轮胎 整个胎臂还是比较厚的 弹性可变形的区域也是比较大的 意味着它行驶起来 起码这块并不会因为轮子太大 导致着各种这样的颠什么的 电动门这都不用说了 如今再不给电动门 再不给后面的隐私玻璃 其实对于一个MPV的车型来说 确实就不合格了 当然了它这车又单独贴了窗户膜 但是这车后面是带隐私玻璃的 这个是没问题 整个的后面的C柱D柱 还是溜的比较 就是溜的比较小 整体来说还是个平直的底 这个没问题 另外这个车也是支持外放电的 并且外放电的功率好像还可以做的挺大的一个功率 这样的车型的出去玩 拉着家人到了目的地 一外放电几千瓦的外放电功率 对吧 高火的电磁炉都能拉一两个两三个 那也是挺好的 好 我们现在就来到了后面这个视线 造型跟前面一样 也是比较有攻击性的一个尾部的造型 搁在现在来说也是MPV的惯有玩法 打开尾箱 现在是它的七座模式的整个的第三排最靠后的状态 最靠后的状态 约等于就没有后备箱了 因为你看现在这个近身 这么大的一个近身 这个近身能装啥行李 基本上连登机箱可能只能搁一个在中间 旁边这个位置就搁不了登机箱了 所以这个就是第三排最大化的一个腿部空间 这个位置有一定参考性 什么参考性呢 就是你不需要长途的时候 你在城里边开 坐了七个人 拉着同事出去吃饭 拉着家人通通勤什么的 没问题 那一旦你要长途的话 它这个第三排是可以前后挪的 你长途的情况下 你起码得挪到这样的一个空间 你才能在这里面装行李 对吧 所以一会儿我们去评测它第三排空间的时候 是不是拉到最靠后的座椅 而是往前推出来了一个有后背箱的空间 来评测它的七座模式下的第三排的空间到底多大多小 如果是拉到最靠后的话 那空间是贼大 咱们肯定是不能这个玩法 另外呢 我不给它搁到最靠后 还有一个原因 我再给你看一下 如果我给它搁到最靠后 现在呢 我的脑袋正上方 是现在它整个的递入上面这个框 脑袋正上方 这个框的高度其实还是比较低的 你脑袋坐在这 刚才我试了一下 头是会碰到这个框边上的 没必要 又没后背箱 头又可能会碰到框边上 所以还是按着刚才逻辑 我给它往前挪 挪出一个后背箱的位置来 这样就会更好了 后背箱的一些细节方面 这边 120瓦的点线器 加大到180瓦 厂家去弄就好了 单独的一个灯 这个灯的位置并不是特别高 你看距离地板 大概就这么高 如果搁行李 这个灯就容易挡住 左边还没灯 然后这上面也是没有灯的 就比较遗憾 然后其他的一些扩展功能 比如说像是挂钩 什么的这些 都是没有的 座椅是可以 这边一个拉环 往前 这么着放倒 放倒之后 就会形成一个盒子 这也是一种MPV的 座椅放倒的形式 你在这就可以堆一些东西 但是它跟这之间 这个就叫做一个盒子的形式 这样的形式 确实是不如整体前翻 或者是能握进地下 反正它就各有利弊 好 我们现在就可以上到前排去看一眼了 后备箱及外观 就是这些的内容 咱们上前排 这个车的前排呀 用的这叫啥呀 这叫马卡龙吧 这叫马卡龙 马卡龙绿 还是叫什么 这种的绿 还是眼睛很舒服的 然后这个白呢 它这底下的白 也是那种有点象牙白 有点发灰白的那样的感觉 并不是傻白傻白的 所以这个配色配合上 它这个绿油油的外观 这个车显然还是非常的清新 为了我们拍摄的话 我现在把顶上这个天窗 都是关掉的 这里面整个来说 气氛跟颜色 还是比较明快 比较亮堂的 没问题 好 我们视线现在回到中间这个屏幕 一大块的整体的屏幕 是连在一起的 但是是三块屏幕 行车屏幕尺寸不是特别的大 中间这块的是导航 及车机的使用屏幕 当然您看到这个屏幕 可能稍微有点频闪 实际上是没有频闪的 然后这边是一个娱乐的屏幕 然后我们现在回到了这个位置 没有频闪 只是咱们现在这个iPhone手机 录的时候一些频闪 看 这个拖地图的反应速度 还真挺快 比我感觉的要快多了 这个拖地图的反应速度 还是可以的 挺有意思 然后高德的地图 这样的话就可以跟我的手机 来进行联动了 因为大通有的车型 是用的腾讯的车机系统 而现在它用的是高德的车机系统 还是挺好的 不好意思 刚才激活了语音了 他在这一直说话 退出 退出 这套车机系统 高德跟我直接就手机就联动 就挺好 外加上反应的速度也挺好 比我想象的还是要快的 然后我们来继续看其他的一些功能 缺个眼镜盒 这么大的面积 给我搁一个眼镜盒 然后这边的开关第二排的门 然后这边的照明灯 及这边的照明灯 相对来说 这个还是比较直观的区域 然后再往下看流媒体的后视镜 直接这块就可以看穿到最后 也挺好 有膜受不了 你就省着老穿透后面 要客或者是其他的家人往后看 直接流媒体后视镜 就看后面了 然后再往下看 这边空调出风口的位置 虽然是这种类似于标准的实体元件 但实际上还是这种的面板触控的形式 在这 还算是比较直观 调温度 包括空调的开关 回煮液 这些的功能 没有跟特斯拉学好 整个的空调出风口 还是在车机里面调整的 在外面没有 咯啦咯啦直接拨空调出风口的位置 少了一点物理的实体元件 这个我刚才说这叫什么马卡龙绿 还是这个不是马卡龙绿 这叫什么绿 这个有一点点的 这个很灰的这种草绿的 灰绿的这个颜色 整个的手感还是不错的 上面呢是软糖素的材质 并且也是这种轻微的灰绿 我这个真是直男啊 描绘不出来这个叫啥绿 真是感觉的 有点抱歉 对不起大家 这个也是软的材质 门板上啊 这块也类似于皮革的包裹的材质 上面是类似于糖素的 做出来的线的纹理 这种感觉 整体来说做工还是不错的 没啥太多的问题 对于这个车架来说还是OK 退出 又激活了 我不知道哪个关键词是它 好 然后咱们再往下面看啊 它这下面是一大块的下沉储物盒 这个储物盒还是紫一大的 这应该是我在MPV里看到了 真是算挺大的一个下沉储物 并且它侧面这个帮 这个帮还是很厚的 避免东西跑出来 前面是一个储物盒 那这边呢 USB这边点烟器 这些东西都是有的 这样单独的一个调整储物盒的 这样的一个空间嘛 这个储物空间确实比想象的 还是要大很多的 然后再往上看 背件 然后这边呢 是一个无线充电板 后面 这个巡航导弹发射警示的一个储物盒 这个储物盒大概的深度 我给大家手量一下啊 大概是这么深的一个深度 到这儿 这个深度装东西也是足够的 然后看一下门板啊 这门板足够大 看一下这个门板的这个水杯件 看门板水杯件 这水杯件里面的空间 我的天哪 这么大 并且是三个隔层的状态 最前面 哪怕中间这个位置 搁500毫升的水 这个高度跟宽度什么的 都是没问题的 空间还是足够的大 OK 前排最后一项就是这个座椅的感受 前排这个座椅感受 白座椅摸着手感还是挺好的 来摸一下这个手感 手感摸的还是不错 然后另外呢 整个座垫的乘托长度还是非常长的 这个座垫还是 衬托非常充分 我这个1米75的腿长搁在这 还是很棒的 然后这个靠背呢 整个的海绵的形成啊 包括这个座椅的软硬 做的还都是不错 这个座椅还是 有一定水平做的 包括这个椅子的颜色 跟整个的内饰做的也是比较OK的啊 挺好 好 我们现在到第二排 刚才在前面的时候 刚才在前面的时候 前排座椅的这些的功能 加热通风按摩呀 这都不用说了 搁在这个档次的车型 毕竟这是个顶配的车型 卖41万多 它还有中低配的车型 卖二三十万 那些车型是它的走量车型 咱们拿41万的车 主要是看一下 它的最高配 推到头是什么样的一个感受 所以呢 这个车型 它的加热通风什么 这些功能肯定都是满的嘛 否则怎么弄呢 接下来呢 就可以上车了 上车的过程中看一下啊 这个扶手 高位的扶手 高位的扶手 然后呢 这边呢 是它的低位扶手 这个高位跟低位的扶手 意味着老人跟小朋友 在这都是有抓手可以抓的 你看我现在就假设小朋友 我抓着这边 然后这边脚再踩着 一队的空间就能上了 上下车的方便程度 还是不错的 然后这边呢 就可以 这是关门吗 这是关门 这块是有一个直接关门乱键 前面这是有一个娱乐的屏幕 那这个娱乐屏幕 就常规的一些娱乐啊 什么在这里面 咱们就不细数了 主要是体验一下这个空间 然后它的整个的扶手枪 不是座椅的扶手左侧的位置 是有一个小调节的屏幕的 你就不用看了 因为你那个位置也看不着 这个小调节的屏幕是触控的方式 触控的方式呢 就在里面 那第二排座椅的通风加热按摩呀 这些的都是有的 你就可以把它调到最前面 哎 它会自己就卡住 是电动的一个调节 然后你可以为了增加两个人的亲密程度 还可以左右调 这边可以左右调 因为它现在铺了一个丝圈脚垫 所以它运动起来是滋滋有些伸的 如果不扑这个丝圈脚垫 是没有伸的 你可以向左 哎 这个感觉还是很方便的 然后向后的话呢 它到了一个向后的最边的位置之后 它会把这个座椅收到中间 收到中间之后呢 理论来说我们还是可以再往后的 对 嗯 看一眼 好 看看还能不能再往后了啊 哎 还可以再往后 它自己会挪到中间 然后再往后 为什么会挪到中间再往后呢 为什么得躲开左边呢 是因为左边这个有个轮包 你得躲开左边这轮包之后 才能挪到最靠后的位置 挪到这个位置 你距离前面那就很远了 对吧 这都算是将近一腿的腿部空间了 那这后面干点啥 空间都够了 对吧 在这哪怕是斜着腿去睡觉啊 什么的这些都是没问题的 空间是够 座椅通风加热 按摩 这些在这个座椅上都是有的 另外这个座椅 这底下是带有腿拖的这个模式 可以升起来 但是因为升腿拖是比较慢的 我就不给大家升了 好 我们现在呢 把这个座椅往前挪 然后在这个挪的过程中 能看到它用的是这个GBL的音响 然后这边是它的水杯架子 这边呢 是它的交流电的输出 150瓦的交流电 然后这边是USB的输出 这上面是一个小的储盒的这样的一个环节 OK 我们把这个关上 因为这里面的第二排主要还是在应用层面吧 我们把这个座椅挪过来 也是为了一会进第三排的时候相对方便一点 那再说一下第二排的座椅的这个优缺点吧 整个包裹呀 腿部的沉托长度都是挺不错的 就是靠背感觉的就是没有那么的软和 靠背其实可以再软和一点就会更好一点 这边呢 看 还是有一个小桌子的 只不过这个桌子的面积并不是特别的大 就这么大个的一个桌子面积 基本上摆一个很小的笔记本店呢 或者说是吃很简的简餐 在这块是可以完成了 这个小桌板比我想的面积要小很多 这个实用性就比我想象的还稍差一点 桌板我觉得多少还得弄的大一点 可能会更好一些 然后这里面打开了还有一个储物的环节 座椅的靠背再弄软一点 其实座椅的椅垫软硬度还是不错的 椅垫乘托长度也还是可以的 这种大个的航空座椅呢 还有一个小小的问题 就是你的身体啊 它左右被这个扶手已经挡住了 所以我现在其实买MPV 我有的时候却希望说不需要那么大个的航空座椅 因为我有的时候喜欢这样的桌子 或者是这样的桌子 或者类似于这样的桌子 就是我的腿不想被它挡住的时候 航空座椅有可能还是会挡我一下 我这个时间越长要求越多嘛 如果我买的话 我看厂商能不能出一个不要横空座椅 后排两个独立座就OK了 你这样的话左右挪会更方便一些 好 我们现在呢把这个座椅往前挪 挪到距离前面两拳的腿部空间 石阳老师顺带手挪一下右边的这个座椅 看一下啊 它挪到了前面之后自己会往回收一收 就是好像它的最前面 你看我来挪一下试试啊 挪一下试试 好 基本上呢挪到这儿的时候呢 它不能再往前挪了 那挪到这儿不能往前挪 我看一下啊 它的最前面距离前排座椅 这刚才我调好的座姿 这得有一拳三指了 就标准两拳三指啊 标准两拳三指 这就标准两拳半的腿部空间了 哇塞 外加上这个第三排 刚才我们又把这个往前推了 因为要留一些后备箱空间 然后第二排这个比我们标准侧后备箱 标准侧后备箱加后排的时候 留的空间又多 咱们看一下第三排到底怎么样 好 这过来 这个中间的通道呢 的宽度还OK 还是能过来的 但是因为这个航空座椅的扶手是比较宽的 所以你走路的时候脚不能横着走 得是这么着纵向的走 就能从这个通道走过来 因为带着航空座椅都会是这样的 好 我们现在坐进第三排 哇塞 大家可记着啊 我们现在是把第三排往前推了 是给后备箱留空间了 第二排呢 也是给它往前挪 挪到了不能挪的时候 距离第一排还要两拳半 比我们之前的预设空间还是要多的 没办法 因为它就卡背卡在那了 不能动了 现在这个第三排在前面更靠后 后面往前推的情况下 这个第三排竟然有一拳的腿部空间 这是一拳的腿部空间 并且这第三排的座椅高度还是很高的 这是一个标准做成年人的一个舒适的座椅了 并不是一个过渡的座椅 然后靠背还挺软 这靠背还挺软的 甚至我觉得不比这个航空座椅的靠背硬啊 然后整个这个玻璃面积还是挺大的 你看这么大个这个玻璃面积 而这块还是有氛围灯的 现在只不过为了拍摄并没有开这个氛围灯 OK啊 这个还确实有点意思啊 这个第二排 包括第三排的这个空间 尤其是第三排的空间比我显像的强 座椅的舒适性跟座椅的高度 也比我显像的强啊 可以 有意思啊 有意思啊 这第三排 OK好 我们现在下车 下车之后呢 我们进到前排 进到前排 我们就可以简单的开一开这个车感受一下 好 走 走 来了 要好光啊 OK 走 好 走起来 动力的绝对值 我就不用说了 180千万 你这个车 跑120的时速的时候 拉着就算是满箱的行李 然后拉着7个人 其实问题也没问题 高的地图开始为您播报前方路况 及摄像头 好 你就高的地图就别播报路况跟摄像头了 好 我们走起来 能看到方向盘加热 所以顺着刚才的话题 绝对动力肯定就完全不用担心 拉着一些人也是足够的 180千瓦真的是够 电门的方面呢 电门还是挺柔的 现在的模式就是标准的模式 这个电门还真挺柔的 因为这么大个的一个车 尤其是MPV 如果电门不够柔的话 那就玩堵子了 现在是公仔的情况 你看 这一踩 看这一踩 我家伙 动力 动力真不能担心 动力真的不能担心 电门也挺柔 这两点没问题 而这辆车的悬架 没有上什么太复杂的 什么CDC啊 空悬啊 这一系列的技术 然后这个车的车重也并不低 然后开起来的话 这个悬架感觉过紧路带的时候 稍微就是拉伸 有一下二次的一个晃动 我觉得厂家在这儿 是可以再调一下的 软势确实还是很软的 只不过就有一个字 二次的跳动 可以在这儿再尝试的 进行一个优化 软硬 我觉得是对于我来说 是可以接受的 好 隔音降噪的方面 这个车就算做的 会比较的优势 本身MPV的车型 就大家说是比较在乎隔音降噪 外加上还是个纯电 纯电一下 这个发动机的噪音的振动 就都没有了 另外它的整个的轮胎 还是比较厚的 并没有说是为了整个的造型 追求了一个比较薄的胎 那么厚的一个轮胎 对于很多的细碎振动 就直接就吸掉了 这也是比较 去它优化的地方 所以关于这些的细碎的 轮胎噪音的部分 没有什么太多的 也就是风噪 因为这车我们是 今天开高速过来的 风噪也并不是很明显 它这么大的个头 也没有一个明显的 风噪的产生点 什么耳朵 什么A柱 什么包括后面的区域 也没有一个明显的 风噪的产生点 对于整个的这个定位车来说 风噪也是OK 所以它的隔音降噪的水平 就属于是中位值的水平 它这样的一个MPV中位值的水平 OK 基本上这个车的静态动态的 移境到底的简单的感受 就到这 我觉得肯定是41万的MIFO9 它不是性价比最高的车型 那你大家可以关注一下 它月销一两千台 都是哪个版本 我看了一下 肯定还是中配 也就是说 它在30万左右的 这个版本的MIFO9 性价比还是很高的 另外作为一个纯电的MPV 因为电池的度数比较大 本身的成本也是比较高的 您看到的有一些 更便宜一些的MPV 它主要还是 因为它是插电混动的车型 电池不用配那么大 所以整个来说 成本就可以降下来一些 而纯电的车型 基本上30万 还是一个比较普遍的价格区间 这个车的产品力 比我想的还是要均衡 只不过大通的品牌的 溢价能力 跟大通的整体来说的 作为这种MPV的车型的 退出 这个语音厂家朋友一定得改 退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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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尴尬了 尴尬了 对 然后就是大通的品牌 溢价 我觉得通过长期的一个经营 还要再提高一下 产品层面 我觉得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而刚才提到小问题 就是悬架的 过减速带之后的 二次的跳动的问题 厂家看看在减震器方面 再怎么做一下 磅数的调节 基本上就能解决这个相关的问题 还是挺均衡的一个MPV的产品 尤其是第三排的空间 还是让我觉得比较惊艳的 喜欢记得分享哦